标准时间 晚上十点 马国连续三天新增病例过五千 韩国宣布社交距离措施 将实施到农历新年假期后 四款美国疫苗被证明 对南非变异病毒效果较差 法国和德国加强入境限制 严防病毒 反诈骗中心和五家银行 成功介入200多起诈骗案 第100人正协助警方调查 街舞局推出两款手机应用程序 协助邻里商家数码化 和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观众们晚上好 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警方的反诈骗中心 同五家银行合作 星期三展开了三天的执法行动 成功介入了200多起投资 和虚假赌博平台诈骗案 阻止受害者蒙受更大的损失 近100人正在协助调查 记者李正义报道